初识虞幼威这个名字还是在雪中焊刀行这部剧里 当时觉得这个名字真好听 后来知道原来真有其人 在此我要讲述的是历史上的虞幼威 也叫虞玄姬晚堂诗人 他在晚堂绝对是大家闺秀的反面教材 当小三被离婚做交际花乱搞男女关系 最后还惹上了人命官司 但在他还叫虞幼威时 他也是主流的青春偶像 虞玄姬原名虞幼威自慧兰 唐武宗慧昌二年 八四四年生于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城郊 那是一户骆驼的世人之家 他的父亲饱读诗书 却一生功名未成 便转而把满腔的心血都倾注到了独生女儿 于又威身上 对他刻意调教 小又威因此受到了比较传统的教育 自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五岁便能背诵数百首名诗佳篇 到了七岁 于又威写出了他的处女作 十一二岁时 于又威的诗作就已经在长安的文人中传颂开来 被人誉为诗童 成了备受关注的少女诗人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一个新锐的少年作家 而且还是很走红的美少女作家 于又威的才华引起了当时 名满精华的大诗人温庭君的关注 那一年 于又威十三岁 而大诗人温庭君带给了他更大的名声 或者说是真正的成名 那是一个春天 准确的说 是牧春的一个午后 在长安城东南角的一个破旧小院里 十三岁的少女作家于又威 与著名的温大诗人会面了 因这时 小于的父亲已经谢世 于家母只能住在棚户区 靠着给附近青楼畅家 做些针线和将洗的活 来勉强维持生活 温庭君作为一个成年人 他不可能不为小于成长环境中弥漫着 农别的银档气息而皱眉头 于又威的家境实在是太穷了 几乎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而出现在这个低矮阴暗的小院落中 这位才华横溢的美少女作家于又威 虽然还不满十岁 但灵袖聪慧 鲜眉大眼 肌肤白嫩 极富一派美人风韵 温庭君当时最深感触 应该就是这小姑娘的生活环境 与她的天资是多么的不相衬 温庭君委婉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并请小又威以江边柳为题 急性赴诗一首 想试探一下她的才情 看是否明过其实 小又威落落大方 毫不拘谨 以手脱腮 略作沉思 一会儿便在一张花签上 飞快地写下了一首诗 双手捧给温庭君评乐 翠色莲荒暗 烟姿入远楼 影铺春水面 花落吊人头 跟老藏鱼窟 肢底细克舟 萧萧风雨夜 惊梦复天愁 温庭君一看到 这娟秀而公正的字迹 颇有掩体的风范 早就在心里赞叹不已 她反复读着诗句 觉得不论是 遣词用语 评则音韵 还是意境诗情 都属难得一见的 上乘之作 这样的诗 瞬间出自一个 小姑娘之手 不能不让这位 才华卓绝绝的大诗人 叹服 一诗生恋 从此之后 温庭君经常出入瑜伽 为小又威指点诗作 完全就是她的老师 却不仅不收学费 反而不时地接济一下 帮衬着瑜伽度日 她与又威的关系 既像师生 又像妇女 朋友 因文成有 这是中国文人古典式的生活状态 文学在这个时候 成了沟通人的心灵和精神的纽带 文学和人的心灵 都由此得到提高 不久 温庭君离开长安 远去湖北襄阳 任刺史徐坚的幕僚 等温庭君走后 于又威才察觉 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年长32岁的温老师了 而在当时 情窦初开的余又威 早已把一颗春心 暗记在老师身上 他的生活封闭 而又单调 温庭君 是第一个进入他生活的男人 而且 他与诗歌一起 给予了强烈的感动和震撼 带给他温暖 希望 与关爱 他为他动心 也在情 在理 但温庭君却守于理 一直没有回应他的爱 甚至没有任何反应 这就让怀春的美少女 不由得心生忧伤 少女的忧怨如气如素 温庭君又何尝不怜爱 这个绝代佳人兼才女啊 只是 自己已经年近半百 当时45岁 温庭君拒绝了 不是他没有感觉 只是世俗的压力太过强大 温庭君这个人 是属于那种 没有名字好看的人 当时的人都觉得 他长得很丑 有人说 他是温中奎 就连他的孙子 也曾因为爷爷的基因太强大 而因为长得丑 被拒绝了一次重要的入职申请 年纪上 可以做于玄姬父亲的人 长得也不是传统的玉树临风 再加上 这一份诗声的关系 温庭君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 说起来也是好笑 这位风流才子 在真正爱情到来的那一刻 居然选择了退缩 倘若温大诗人 抱以柔情万种 于又微 也许就此成了温夫人 但他思前想后 仍抱定以前的原则 不敢跨出那一步 自此以后的无数朝代 无数的文人骚客 因此不断的责怪 他把余大美女的一生都毁了 可以这样说 于玄姬的成名在于温庭君 于玄姬的香消玉允 也在于温庭君 唐义宗贤通元年 温庭君回到了长安 两年多不见 于又微已长成了 集锦少女 其容貌光鲜照人 身段亭亭玉立 于又微与温庭君 仍以师生或朋友的方式相处 师哥再次成为了 他们之间最重要的精神交流 有很多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事情 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处境 甚至是一生的命运 正是于又微和温庭君 某日游玩时 不经意间在关闭上的一首诗 在几天之后 引出了他生命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男人 出到长安的贵公子李懿 游览贞观之时 无意中读到了于又微留下的诗 这首诗的前两句 气势雄魂 试吞山河 正抒发了他满怀雄才大志 后两句比风一转 感慨自己身为女而身 空有满腹才情 却无法与须眉男子 一争长短 只有无奈空陷 这首诗深深的吸引了李懿 他从此在心中 欠扬其才华 想会一会这位美少女作家 领略一下她的风采 在拜访温庭君时 托老温代为引荐 那一日 李懿在长安最豪华 相当于现在五星级的一家酒店 摆了一桌盛宴 俞有威身着最前卫 最性感的时装 苏兄微露 花枝乱颤风白 杨柳般降临 顿时满世生辉 艳光四射 只把李懿看得目瞪口呆 魂不守舍 而俞有威 却诸唇微起 玩耳娇笑 说话大方得体 席间 二人眉目传情 相谈甚欢 李懿这一年二十二岁 但官已做到了 佐捕雀 可谓是少年得志 前途不可限量 虽有正事 但此人英俊 倜傥 性格温和 和聪慧灵气 貌美如花的余又威 倒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对于少女余又威来说 温庭君 在一点一点的走远 李懿 在一点一点的接近 一场爱情 正在火热的进行中 接下来的故事不必说 一切水到渠成 温庭君见李懿 对于又威动了心思 好心的他 出于对于又威前途的考虑 便为这两个一见钟情的年轻人 保了眉 在长安繁花似井的 阳春三月 一成花轿 把盛装的于又威 迎进了李懿 为他在林亭治下的 一栋别墅之中 于又威在李懿家的地位 是卑微的 苦难 从李懿挟妻子归来开始 裴氏一进林亭别墅的大门 裴氏就贺令随身侍女 把出来迎接的于又威 暗倒在地 用藤条毒打了一顿 于又威不敢反抗 也不敢怒怼 李懿实在握不过裴氏 只好写下了一纸修书 给了于又威 两人的婚姻 仅仅维持了三个月 五个月的苦苦相思 至此戛然而止 李懿的表面上 与于又威一刀两断 暗地里 却派人在曲江一带 找了一处僻静的道观 贤仪贯 出资予以休憩 又捐了一笔 树木可观的香油钱 然后把于又威悄悄地送入馆中 三 从此半清灯听目鱼 女人的命运总是这样 夫人的肚不能容 夫君的无奈 迫使于玄姬 置目清虚而入冠 这样一来 对于玄姬 这样一个身处于男尊女卑的 封建社会中的女子来说 无疑是遇到了致命的打击 其实没有任何寄托的爱情 就等于是一种折磨 尤其是对于痴情的女子来说 从此 于又威变成了于玄姬 这似乎是一个预言 她的人生从此将充满玄姬 到最后 连她自己也无法把握和扭转 以致彻底迷失了自己 于又威在入闲关的一瞬间 首先是伴随她长大 用了十几年的名字 一去不复返 带之而来的是一个陌生的道号 她的内心一定因此隐隐作痛 当穿上道姑捧来的一套道服时 她的身体一定在瑟瑟发抖 自己就这样变成了道姑 如果礼仪以后不管自己了 自己岂不是要在道官之中打发掉一生 一想到这儿 她就无比的绝望恐惧 但她相信 李懿会接自己出去的 自己只需在这里熬一段时间 在当时被丈夫修掉的女人 命运很悲惨 当时的于玄姬仍无力扭转命运 李懿给她这样坏到极点的人生安排 她却只能盲目而习惯地接受 其实她在这件事情上 有点太过于注重李懿所说出来的 一定来接她的结果 而轻视自己的付出 三 情郎负心抛弃 三年的时光默默地流走了 正当贤医官官主 清师太年老历绝 昂然尝试之时 她又听长安莱克说起 她日夜盼望的李狼 早已携带娇妻出京 远赴扬州任官去了 这一消息对于于玄姬 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她犹如五雷轰顶 天旋地转 痛不欲生 三年青灯孤影 苦苦相思 苦苦等待的结果 竟然是被抛弃 空将一腔情义 覆之东流 李懿赴外帝升职 带着的正是她那凶神 恶煞般的原配夫人 顿时她心痛如歌 李懿走了 连个音讯都没有给 这说明自己被她彻底地抛弃 她不相信李懿会抛弃自己 三年来 她一直在内心将李懿 视为狼君 一直把那张修书 视为她为了应付陪侍 而做出的假意承诺 但现在随着她一去不返 她第一次觉得 她其实是欺骗了自己 自己被罪罪无情地辜负了 感情是维系女人生命的重中之重 但凡遭受到情感打击的女人 其命运都会发生变化 于玄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了礼仪 她甘愿出家 结果不但被接走的希望化为泡影 而且她以身为道姑 连再去追寻爱情的资格都没有了 人生至此 她真是惨到了极点 四 道官淫乱 因爱生恨 是人之常情 于玄机到了这种地步 可能会从两方面恨李懿 恨她抛弃了自己 也恨她把自己送入道官之中 断送青春 后来的事实证明 她非常恨李懿 而且被这种恨影响了性格 扭曲了心灵 左右了道德观念 甚至让她变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女人 她想起以前的爱 想起自己的付出 便心如刀脚 无法平衡 她面对孤房清灯 袈裟金卷 无可奈何 痛苦无以发泄 她便放纵 她的人生于是一步一步的歪斜 再也无法使入正轨了 从此 她看破红尘 对爱情不再幻想 及时行乐 放荡不羁 这种香艳的日子 表面上看来悠哉美哉 实则是于玄机 对不幸婚姻的一种反抗 她厌倦尘世的一切 想极力挣脱世俗的束缚 于玄机就这样成了道姑 同时也成了荡妇 夜里 当房门被轻轻敲响 于玄机会毫不犹豫地打开 她在打开房门的时候 也同时打开了自己 此时 后者与来者心照不宣 不用再掩饰 不用再过度 马上就可以直奔主题 于玄机早在第一次 于嫌疑关中偷欢之前 她的脑中就无数次的 性渴望与幻想 是的 一个男人一把将她抱住 她的唇就不再躲避她的唇 男人的手伸向她的内衣 她就配合着让她得逞 而脱下道袍之后 一个秃凹有致的光滑肉体 将她在瞬间还原成了一个 真实的女人 男人的狂热动作 让她的反应非常之强烈 在对礼仪且恨且恋的痛病快乐之中 她让身体在欲的风暴里疯狂 而她也随着身体一同迷失 这一年 她才二十岁 应当说 身为道士的于玄机 有着正常人的一切需求 对于她来说 拥有性便等于拥有了罪恶与无耻 因此当她在男人面前 把她那身道服脱下一扔 便等于把所有的伦理道德都扔在了一边 她是叛逆的 也是勇敢的 她不甘心被一身道服所束缚 她也要像天底下所有的女人一样 让身体的狂欢带给她世俗的快乐 她在灵魂的一面提笔写诗 已遣精神之父 而在肉体的一面 是与男人大纵齐情 一解感官之饥渴 这便构成了一道奇观怪景 她的诗写得越来越好 在盛世大唐众多的诗人中不让须眉 称雄人前独树一帜 而同时又放荡招摇 让人跌破了眼镜 于玄机就这样成了两极分化的人 她的诗之高与人之低 让她在两个极端上分裂了 而且是彻底的分裂 伴随着她人格的分裂 于玄机无法再使自己 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 她迷失了 她在写诗时 一个圣洁出尘的女子 在一属灵动的美之路上 尽情挥洒着她的才华 等她放下笔 人格便立即倾向了另一个极端 让她由女诗人变成一个荡妇 她可以在床上与男人纵欲 而等她从积月的肉体狂欢中平静下来 再沿没铺纸 依然能写下清理的诗句 于是她就又从荡妇变成了女诗人 如此两极分化 而又在两个极端中做得如此出色 达到不可思议的矛盾与统一 于是鱼玄机引起了千古以来的浓烈兴趣 也为人们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谈资论调